财富指挥官财富掌停板 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五啊 接下来的行情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你终于懂了吧 哇多少人跟你讲 这个行情准备要V型反转了 请大家不要怕了 那么V型反转 恐慌指数开始正式大跌 注意哦 是不是真的V型反转 还是它只是类似V型里面的一个盘整 等一下第二阶段 我再来跟各位讲好了 反正呢 我刚才看了几个节目 就说这个行情里面V型反转 你终于知道了吧 然后呢 现在所有的节目都是 机器人才是这个行情的主流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你啊 现在也懂得主流在哪里 也懂得行情了吧 但是我问各位一件事啊 你的感觉真的是如此了吗 早上我才接到一个投诉啊 说哎呀我在原来的家族里面啊 股票砍到最低点去了 老师在那个时候一直停损一直停损 都在停损 什么红海也在停损 什么伪创也在停损 都在停损 所有联发科也在停损 然后呢 今天突然跟你讲V型反转 然后又叫我们买了一大堆机器人的股票 我问你一件事啊 哎现在绝大多数的节目 还有绝大多数的家族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2454的联发科砍在981块 不晓得损失多少钱啊 随便当你损失 损失10万块好了 损失20万块好了 损失20万块之后 各位啊 今天开始要进来买机器人的股票 如果你来到是罗生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啊 罗生从这里99块涨到现在161块 哎 我的家族获利96成 60%哎 834562的影汉啊 从这里涨上来 各位知道吗 涨了50%哎 这只是一小段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35块到现在为止涨了快两倍 2.4几倍 各位看到没有 这涨了快四倍啊 我问你一件事啊 参加投顾是这么做的吗 甚至你也可以问问你们老师说 投顾是这么做的吗 把股票先给他砍到最低点 然后看别人的股票很好 每一档都来追 我想我至少不是这样子做 我想我从一开始 包含整个行情里面 怎么样去做验证 怎么样去努力 我相信的这个过程当中 等一下你可以慢慢的来看 而且我说过 行情绝对不是什么黄金切割率的问题 而是你要买在悲观啊 甚至量缩就没有问题 到现在还在量缩还可以啊 那将来有一天卖在乐观啊 乐观可能是在这里 也可能是在这里 那哪一天会这么乐观 或是就今天的时候 你已经太乐观了 我想今天应该还没有了 但是我担心下个礼拜里面 有一天可能大家会过度乐观啊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件事 就算在下个礼拜在这个区间好了 它还是一个盘整 所以盘整什么最好啊 台积电吗 不对吧 台积电上面不是999 就1000 105反正都是压力啊 红海吗 红海从这里往上啊 不管200 205 这些通通都是压力啊 所以呢 你的老师 终于第二件事 你终于想通了 以前都在讲罗生没有EPS 半年报只赚了0.05元 注意哦 以前没赚钱 现在0.05元 那隐汉没有EPS啊 管他要拿几台机器出来 你不要听黄敬哲老师乱讲啊 那个所罗门也没有EPS啊 四半年下来赚不到0.几元啊 你老师以前讲这个 那现在在追什么股票 你现在买的股票 哪一档机器人 只有这一档 我跟你讲说这一档 从半年报里面找出来 是标准的有EPS的股票 而且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现在开始都在跟你讲 有EPS相关性质的半年报强势股 昨天在股市现场讲这个 现在也是这个 各位看到没有啊 自动化金属 而且直接呢 攻上涨停板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离这个所谓盘整区间 第一只第二只涨停板 我每次带我的会员朋友 发动的时候 都是离开这个盘整区间 也就是底部打完之后 35块钱第一次介入 各位看到没有 35块钱的时候 这是70块钱第一次介入 这样子才有未来的距离啊 那么这就跟过去 我在做所谓罗生的时候 从这个底部 要从这里看才比较 从这个底部直接往上做 从这个底部直接往上做 谁叫你买在这个地方的啊 我从来不带会员朋友 做这个事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我不能敢讲说高下立判 我只是讲说 我做对跟不对的做事 这是大事大悲的问题啊 你今天才跑来追 追机器人 只能证明一件事 证明我黄敬哲 我们财富指挥官 从以前到现在讲的都是对的 所以呢 这句话讲给你听 也讲给其他老师听啊 我相信下个礼拜每个老师都是机器人啊 我也相信这里面每个老师可能 这些机器人还有一些差价也可以追啦 没有错啦 二三五九的索罗门 只有我从一开始三月份坚持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停下来过 今天呢尾盘又再次拉高啦 今天六一八八的广民 我没有很看好他 但是呢庆祝一下是可以 基本上他也跟上去了 但是我这么跟各位讲 谁从三月十八号索罗门第一天四十一块八毛追起来 甚至五月份的时候罗生四十二块跟各位追起来 十六块钱的时候四五一零的高峰请各位买起来 高峰现在还很好 因为各位看到高峰他的一个半年报 零点七三元老师给你公布啦 看到没有 高峰没赚钱啊 高峰没赚钱 对对对 你们老师以前讲的也没错 高峰没赚钱 第一季你看只有零点零一元 没赚钱啊 怎么半年报突然变零点七三元 赚的比他母公司何大还多啊 当然是机器人的订单来了 不然还有什么 他还跟蒙英机器人 也就是蒙力友合作啊 知道吗 那军芯这不用讲啦 基本上建村啊 这个乔村你看 看到没有半年报赚了一点七九 他做什么 做那个弯管水龙头等等这一方面的自动化 2018年等一下你就看到 2018年 那么蔡总统就去看这家公司了 因为我们将来 我们没有办法再有那种人啊 愿意去做那种抛光那种 吸下去会得肺病那种的啊 也没有人愿意去做那个熔炉啊 那个到最后四十几岁干都被烧到坏掉 我从铁工厂长大这些 我都亲眼看过 不相信年轻的朋友 问问你爸爸妈妈他们怎么辛苦的 我高中的时候陪着我爸爸挑着一根很大的铝钉 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我长到跟现在一样高了 但是没有那么壮 我差点把自己的腿压断你知道吗 这是真正从铁工厂过来的经验 所以我对于这一次 我们的自动化展览 要把这些铁工厂 也就是所谓传统工业的铁工厂 国客会要把它彻底的来做一个改变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那么隐汉不管它开高走低或开低走高 反正接下来 各位记得 我一定会带你去操作 记得接下来一定要照这个操作 你也不要乱给我追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你不要乱给我追高 但是每一档股票 我一定会好好的带你做 而且跟我这边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去追罗生 还是要看追乔村 追所罗门 原相也可以 都可以让你追 中光店也可以让你追 中光店在这里 也让你追 反正你如果想追的话 OK没问题 看我节目也可以 你要听你们老师指引 也都可以 但是我这么讲一件事 如果你要珍惜你的钱 如果你要真的认真的 好好做一档股票 像从42块钱的罗生一路做上来 像从42块钱的 那所罗门一路做上来 像从31块8毛钱 那时候41块8 从31块8毛钱的罗生一路上做上来 那你就好好的从第一手开始做 慢慢的等大家一起上车的时候 它股价自然自然会越来越大 那还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 昨天我们讲到原相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再把它连起来好了 原相做的是什么 所罗门做的是视觉 对吧 所罗门做的是视觉 大家现在在讨论的 罗生这些也是视觉 那 影汉这些做的是这些手臂机器人 所有整体性的外壳 那 那个高峰做的是关节 那现在要做什么 做感觉 原相做的是感觉 那原相要把它模组化 原相要把它模组化 自动化 你懂那个意思了没有 原相做的是感觉 所以我说过 本来的一只所谓的 任天堂的摇杆里面 只有一个原相的产品 叫做所谓的 这个这个叫什么 感测原件 只有一个原件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是只有一只 一只摇杆 等到整个机器人上去的时候 我说过 每一个关节 可能就需要两个感测原件 需要一个感测原件模组 所以52个关节 就需要52个感测原件的模组 跟104个感测原件 各位能不能知道 所以这里面包含每一个东西 都是我非常认真帮各位找的 包含滚珠罗杆在里面 所以今天来 很快速的跟各位报告了 以后罗生请你注意 罗生毕竟长了不少 不是给你追的 你一定要按照资券八大要 你去做 目前融资稍微增加 融圈稍微减少 你要稍微注意到 它可能会要震荡 第二个部分 那么这地方看起来 反而比较好 融资跟融圈 目前是维持稳定的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你看已经长了2.35倍 4.69倍 我说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你眼镜是几度 我有老花 我有近视 我还有闪光 我都知道 罗生长了4.69倍 你还在那边 我一定要做红海 我一定要做什么 新唐 我一定要做IC设计 IC设计才是最好的 你老师都已经投降了 你老师都已经在开始换股票了 换到什么 换到罗生来 换到尹汉来 各位看到没有 换到什么 索罗门来 换到我的独家跟第一手 所以我经常各位看 2062的乔村 这真的叫做独家 如果你昨天跟前天来 我不是叫你买罗生 我罗生跟尹汉 是买在8月1号跟8月5号前后 我记得大概是那个时间 我那个时候跟你讲 这是哪一个独家 我说起码你看到这两个人在这边 林嘉隆先生 前总统蔡英文总统 这国客会主委这是老板 他叫做乔村金属公司 我当时他不去我也不认识 我只知道说 要折这个框很难 所以昨天地震的时候 我站在那个门框旁边 就是因为这个很硬 你知道没有 要折这个半自动弯管 是非常困难的 半年报又超过去年 亲爱的投资朋友 乔村2062 亲爱的投资朋友 是不是在第一手的时候 切你进去 亲爱的投资朋友 31块8毛的时候 切进去 今天再次攻上掌临满 大家都在追了 大家都在追了 我做股票一定 在这种地方让你进去 看到没有 打完底部 当时31块8毛的时候 让你进去 而且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我做股票一定有逻辑的 我说现在流行的是 中国大会流行 叫人形机器人 那么之前我跟各位介绍 罗生那是上个月的事 现在介绍人形机器人 那么所以上上个礼拜 8月8号复金节 我跟你介绍什么股票 全球传动 对不对 我说全球传动这个滚猪螺杆 每一个关节里面 那么假设它有52个关节里面 通常来讲的话 要有所谓 二分之一的滚猪螺杆 因为一只手臂 这样子连过来 等于说 需要二分之一滚猪螺杆 你就把它除以二 是最简单的方式 所以屁股这边只要一个 我就直接跟各位讲 但是我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了 有分两种 一种延伸型的 一种是转弯型的 OK 基本上来说的话 再请各位一件事情 你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所谓的35块钱 买进 这个全球传动 是不是最低点 是不是起账点 还是你今天要去买 这就是你有没有参加的 一个最重要的价值 很多人整天看电视 看我的网路 然后整天看电视 看网路之后 来追一追追一追之后 老师我好像到目前为止 被套牢五毛 套牢五毛你也来问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我还有一点身价好吗 你套牢五毛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说 你去我们公司门口问总机 他都不见得要回答你 对不对 套牢五毛就五百块 你看电视 说今天开高走低地下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到了礼拜一 那我就跟你讲一件事 你如果套牢五毛的人 如果礼拜一涨上来 你是不是要拿钱来还我 是真的很想问你一件事 来 后来又推了什么 大营微系统有没有 注意哦 大营微系统现在还在第一根 后来就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 那么有了滚珠裸杆之后 你一定要有感测元件 我是不是这样一档一档推 没错吧 没有错吧 如果你还要我送你一档的话 这档也是 这档也是 因为他病了红康 他做的叫感测元件 叫系统 那你说老师 你说不给我讲系统 拜托一下好不好 成交量才三千多亿 你要人家3227的原相这样子 涨这一段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从135 我那个时候也没想到 他会飘到190 你要系统能够涨上来 我觉得这几天他能够涨 涨得起来很不容易了 要等着现在才能够再加分了 所以都只有罗生能长 都只有乔村能长 股本比较小才长得动啊 你要中光店我都送你的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刚才跟各位讲到了 来 现在呢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有没有基本面 当然有了 没有基本面的叫 所有分析师晚上的名嘴 只要讲他没有基本面的 麻烦你一下 你帮我把这张的录起来 然后send到他们公司去 看是哪一台你就给他传过去 直接传给那个主持人没关系 只要有人敢讲 机器人没有基本面 我跟你讲 今天每个人又说 机器人都有基本面 那前两天在讲什么呢 我问你啊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一堂没有基本面 真的没有基本面 原相才刚开始赚钱 他怎么会赚钱啊 但是问题原相开始赚钱了 甚至宏康也开始动起来了 甚至系统也开始动起来 你说他会不会动 你们两个加起来就等于我一个 你们两个加起来等于我一个 所以做股票一定是要有逻辑 一个接着一个 有的时候我做股票 只要讲位阶就好 你看这个位阶比较高 这个位阶比较低 这个位阶比较低 所以我们买比较低的 这股票是这样做的吗 看位阶 那有人住在十楼 有人住在一楼 他们两个没有关系啊 我现在不想那么多了 你觉得我的逻辑 对不对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带你去买第一手 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带你浪费其中任何一分钱 如果你现在去买罗生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给你们老师说 你浪费了我4.69倍 从31.8一直到不要算太多 算到100就可以 浪费了我接近70块 可不可以 你索罗美被他浪费了100块 你隐汉不赚的话浪费60块 知道没有 隐汉不赚浪费60块 就连高峰你也浪费了30块以上 同不同意啊 我16块进了场啊 欢迎各位 懂得珍惜才是最好的 是不是每一天都有这种机器人大行情 不是每一天都有高峰这种股票 如果愿意的话 我现在讲得很直接了 不是如果愿意 有钱你为什么不跟过来 欢迎各位 赶快下定决心 在礼拜晚上 不管怎么说你就拨通电话 掌停 再掌停 再掌停 我带您做最新的机器人 我不太喜欢讲大盘 那么因为讲大盘呢 比方说好了 我认为会反弹到这个所谓的 0.6 0.802好了 那么到2万3千5 或者说反弹到0.618 2万2千8 到2万2千5之间 那么大家可能到最后的数字 你也不太会记得 然后最后呢 也大概忘掉一大半了 那么最后呢 反弹到这个地方来也好 然后又进入整理呢 基本上不见得会过高 我就直接告诉各位 但是为什么说 我不太喜欢讲大盘 因为呢 很多人讲 反正 每个人到这个时候都通常开始翻多了 都说V型反转都好用力哦 都说他都在最低点的时候就做多了 也有人说 我一步一步的确认变成是V型反转 那些都没有用了 这个行情这样子跌的时候 什么股票不会跌啊 这个行情这样子用力跌4千年的时候 什么股票不会跌 反而只是整理 然后最后创新高 什么股票不会跌啊 你不要自己追啊 我还是告诉你啊 就是黄敬哲跟你讲的 机器人概念股没有跌啊 就是我们的股票都维持住 整理之后重新创新高 整理之后轮流创新高的态势啊 这才叫做真正的解盘嘛 那不然解释在干嘛呢 好你要讲大盘 我只讲一件事就好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跟各位讲说 这个行情就算是只有这么低档的整理 或是到这边整理 或是到这边再来整理 或是过了高之后再整理 这个都是这个第一个反弹波的问题 那我比较重视的是 明年的AI还是大成长 我还讲了这句话 我说你就算是3231的伪创 我认为你浪费是人生价值跟时间价值啊 明年他一定会有好的业绩 但是会不会过高点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往往啊 做梦的时候高就最高了 等到他好业绩说不定在这个地方啊 你不要说老师 那个90块看了你的节目我把它砍掉了 现在120块 那我不跟你讨论这个 他还是一个所谓实现梦想的过程 他上去也真的是不会下来 因为AI是真的 甚至我一直跟你讲 NVIDIA真的会大反弹 NVIDIA现在真的大反弹 那我只跟各位讲一件事啊 请你不要去放空 你说老师为什么 人家都说放空很好啊 好多人放空 我说很简单嘛 各位啊 我们从这个12689这边看好了 12689我就在做多了啦 对不对 当时能够赞成的大概一个两个啦 等到我一直讲到这边的时候 直接讲10002000300030004000都有啦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时候做多的人最少 这个时候做多的人最多 因为黄老师一直在做多嘛 那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做空的人最多 做多的人最少 你聊不了久了有逻辑 做空的最多 做多的人最少 那这个地方做多的人最多 做空的人最少 怎么可能做空的人这么多啊 那只有这个情况 只有这种状况做空的人才会最多 就是说他还没有到最高点 因为真正的最高点 其实根本就没有机会让你做空 做空的人会变最少 每个人都会在最高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这次看到所有的节目都变成放空的节目 所有的网路节目 还一大堆人跑去参加放空的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各位这件事 难怪这次啊 就逆向往上拉了 所有人都说哎呀 以色列跟伊拉克要打起来 有吗 有吗 没有啊 各位看到没有 来那个挥达的 这个晶片有瑕疵 是要延迟三个月 两个礼拜解决了 有吗 没有啦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什么 巴菲特卖股票 巴菲特卖股票他会买回来啊 这只是正常操作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行情里面 我是很乐观 你一直看到没有 一直要卖在大家最乐观的一个当下 好不好 什么时候最乐观 可能是靠近两万四 可能是台积电一千 我都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 反正看量就知道了 看心情就知道了 所以呢对跟错的资讯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必须要独家 发现最重要的标股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 请你记得啊 买在全场怀疑啊 机器人你要买在全场怀疑 解码的时候 卖在全场认同最高的时候 我先告诉你哦 你不要说老师 是8月21号开展那天要卖 还是8月20号卖 还是8月87 我告诉你不知道 每一档股票也不一样 每一档股票也不一样 但是重点是在于说 第一个 你要切入在最低点 这一档股票好不好 送你好不好 开心啊 当然了 现在来不及送了 这一档 罗生涨了4.6 这一档股票送你好不好 开心好不好 不对不是这一档 这一档往里面 这一档股票送你好不好 开心好不好 当然开心了 他叫高峰 不不不不 按错了 买进去16块之后 就变成这样子了 索罗门 3月18号进去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都不能一张一张翻的 时间根本不可能会够了 就一路上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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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冲啊 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走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啊我的超级负八把指标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几天当中这几个应该不用太介绍了 3227的原相 对不对 刚才已经跟各位讲了原相这段时间里面表现还算是相当的不错 已经做到这样的股票了表示怎样表示机器人的整个一个产业正式的扩散开来 原相以前靠你笔电现在不靠你笔电的他要靠我机器人 靠你那个任天堂现在不靠你机器人要靠我机器人要靠机器人 懂我意思了没有 反正是机器人你说老师那为什么是个6679啊 那个怎么没有因为机器人的大涨 那个笔电用的麦克风跟机器人用的麦克风差不多多 你要因为机器人像滚珠螺杆 本来只用两只的变成用了26只那才有用 懂我意思了没有 机器人是个很大的电脑 比较小的汽车很大的电脑 那刺激他的需求才有用 接下来呢 眼睛很重要嘛对不对 眼睛完了之后什么 感觉 我干脆跟你讲叫做感觉 你知道吗机器人撞到东西他要停下来的 要不然开玩笑 机器人力气比你大把你打死怎么办 所以这叫感测元件 这叫感测元件 那么我们以前介绍的这个叫做行星减速器 面板来不及介绍了 下次再说了 我就跟各位讲说各位啊 我做的股票只做这几个字 只做第一手赚钱一定有 想要买到第一手最低档的像乔村 像所罗门像这个所谓罗生影汉这样的机器人 我连原项都写上去就是让你知道说 感测元件的时代来了 想做机器人感测元件 跟上黄敬德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立刻拨通专线 本公司所推荐 翻新制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慎评估 并速度投资风险 词勒 小伙子 词